肺炎是世界上夺走儿童和老年人生命最多的传染病 2019年死亡人数为250万 其中包括67万2000名儿童 肺炎是指肺部感染引发炎症使呼吸困难 及早察觉婴幼儿的肺炎症状至关重要 任何人都有可能患上肺炎 但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儿童更易感染 营养不良、空气污染、出生体重过轻、早产、缺乏洗手设施和母乳喂养不理想 是造成儿童肺炎死亡的主要风险 全球每三个肺炎疑似患儿就有一个得不到所需的医疗护理 每47秒就有一名5岁以下的儿童死于肺炎 重症肺炎表现为低养血症 这说明孩子血液中含养不足 当孩子出现低养血症 及时识别并诊治是关键 什么是脉搏血氧仪 脉搏血氧仪是快速检测低养血症必不可少的仪器 低养血症是指血液中含养不足 脉搏血氧仪是一个夹在手指上的传感器 以无痛且无疮的方式测量血液中的含养量 显示了两种不同的毒素 除了低养血症其他症状如咳嗽呼吸急促 呼吸时内部疼痛发肝鼻翼煽动和发热 也可以帮助我们察觉肺炎 呼吸急促是指 两个月以内的婴儿呼吸频率每分钟60次或超过60次 二至十一个月的宝宝 呼吸频率每分钟50次或超过50次 一至五岁的儿童呼吸频率每分钟40次或超过40次 识别肺炎症状可以挽救您孩子的生命 使用氧气和抗生素进行早期治疗挽救生命 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肺炎 特别是乙型流感嗜血感菌疫苗 肺炎求菌疫苗和麻疹疫苗 然而世界上仍有一半的儿童没有接种现有的所有疫苗 所有儿童接种推荐剂量的疫苗来抗击肺炎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针对其他主要病因研发新疫苗 如流感和呼吸道荷包病毒 为抗击肺炎提供有力的支持 你可以普及肺炎相关知识 提高人们对肺炎的认知 分享此视频向你爱的人传达肺炎知识 并参加每年11月12日的世界肺炎日活动 在社交网络上分享此视频时 添加话题NUmoLight和Every Breath Count 当你在观看这段视频时 有4名儿童和10名成人死于肺炎 让我们阻止肺炎挽救生命 为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一个新的世界NUmoLight